而在贵州队这边是保留了上赛季的大部分阵容 随着主裁判甘树然的一声哨响 吹响了全场比赛开始的哨声 唐创这个高点 所以说从后场直接往前输送啊 效果不是很理想 看看这边马餐结束又起来了 但是中路缺乏包抄 精准的找到了伊利汉姆江 起脚攻门 球进了 球进了比赛期到第39分钟 伊利汉姆江帮助贵州队是先把头筹取得了进球 擅长比赛的反越位进球被裁判吹掉 这场比赛终于是完成了新赛季的手球 马灿杰高速推进 其实前场只有一粒汉姆江一个点 而马灿杰是精准的找到了伊利汉姆江 这次面对着孙乐直接起脚攻门 打向了球门的右下角 皮球是应声入网 贵州队取得了1比0的领选 试者电位球开进来 第一点争到 我是顶在了横梁上 还没有出底线 再来看看这次 王永新争到了落点 重重的砸在了横梁上 直接精准 知道看看李浩文 有没有起脚的机会 打门 这叫爆竿的打门啊 面对着张思鹏角度太小了 球队 扳平比分 再来看看这次 卡住了赵和静的位置 面对着张思鹏 看看张凌峰 这次没有能够突破人墙 哈密提 直接选择拉一脚 打高了 试者 唐窗 角度太小 赢得一个角球 当然试者认为是有守球啊 向裁判投诉 应该裁判最终还是给了个角球 一定是露个金光 范角东在这个位置上出现 赢球 八角怒射 唐窗边落 把球拿下来 有机会 这次裁判指向了点球点 点球 88分抽 踢北登场的唐窗 为球队是赢得了一个点球的机会 队长范晓东来提 这次被扑了出来 门前的机会 补射 我们看看这次是 再来看看范晓东 点球 打得比较正 跟上的谭福城 再做补射 主裁判没有给过多的伤停补射的时间 是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上升平 接着伊利汉姆江在上半场的进球 桂构队是1-0战胜了 苏州东 之后